在人类历史中 北魏王朝就像流星划过天空那般短暂 但这颗流星的光芒 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大同的云冈石窟 历史的身孕与佛家的前程 被刻入了武洲山崖壁 千年的容颜 神秘的微笑 故事远远流长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至6世纪 实称武洲山石窟寺或戴京陵岩寺 现存大小窟刊254个 其中主要洞窟45座 造像59000多尊 它是华夏大地上第一座全石雕性质的石窟群 无论规模还是艺术成就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怎么诞生的 这些异域人像 源自何方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 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牟尼 诞生于古印度的加皮罗魏国 起初 佛教主要在恒河中有一带传播 人们往往采用菩提树 佛足印 莲花 佛塔 雄狮 洛王等形象 来表达对佛陀的信念 公元前三世纪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 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 由于杀戮过多 心生忏悔 皈依佛门 印度佛教骤然昌盛 并迅速向周边国家传播 印度和上游的中亚山区 处于世界文明的交汇之所 希腊马其洞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后 这里土著的北天竹文化 与殖民主义的希腊化时尚 交流激荡 当中天竹的佛陀故事 北上之时 引发了更加急剧的思想与艺术碰撞 在中亚坚陀罗地区 原本宣扬佛陀一生故事的小城佛教 逐渐被演绎为一种追溯佛主无数次生命历程的大城佛教 佛陀变得无实不有 佛法无所不在 未来的世界美好而璀璨 被神化了的佛陀与人格化的希腊诸神相互交融 希腊式英雄般的佛菩萨形象出现了 佛陀佛陀佛教造像艺术的诞生 开启了利用图像传教的像法时代 把坚陀罗带入辉煌历史的 是来自中国西北的大悦之民族 公元一世纪中叶 大悦之在希腊人统治的中亚地区 建立了贵双帝国 帝国的第三代君主加尼瑟加大力弘扬佛教 印度中亚佛教再度繁荣 东规传法的大悦之僧旅 越过了帕米尔高原 进入了中国新疆 从此开始 佛教一路东建 同一时期 在遥远的东方 曾经驰骋雄巨蒙古高原的匈奴民族 分裂 败散 从大兴安岭深处走出的鲜卑部落 南迁进入匈奴腹地 成为中国北方大草原的新主人 东汉之后 三国鼎立 五湖争霸 英雄沉浮 鲜卑民族中的拓跋鲜卑部落脱颖而出 公元386年 拓跋归立国称帝 史称北魏 十二年后 北魏定都平成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在这数百年间 中华佛教从无到有 游小见大 从昔来的异族信仰 转变为 湖汉民族共同的理想追求 为苦难深重的中原人民 带来了忘却痛苦 接受命运 期待明天的精神寄托 北魏到五地拓跋归 从其建国之日起 就如同西域的阿裕王和加尼瑟加王一样 看中了佛陀的和平教化作用 选择佛教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之术 奠定了北魏佛教的兴盛基础 距平成西十五公里的武州山 正在等待一个机缘 让西来佛教艺术之花 再次绽放 在北魏第二个皇帝 明元帝托跋士 他曾经在武州山躲避灾难 在他继位之后 为了纪念他的这个艰难历程 把武州山分为神山 国家每年要来做祭祀活动的 第二个原因是在北魏第三个皇帝 太武帝时期 平定梁州 然后出兵西域 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 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 这次高潮主要是佛教进入中国 北梁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偏远的一个割据政权 由于地恶中西文化交流的孔道和西走廊 而最早成为中华佛教的传播中心 公元439年 太武帝拓跋涛攻克北梁 遂将三万户梁州立民 其中包括三千僧人掳掠到平城 这样如同将河西佛教 整体搬迁至北魏都城 曾经目睹天竹西域佛士 参与过敦煌墨高窟 五威天梯山 永静丙陵寺 天水麦基山等地石窟开凿 禅修的梁州僧将 成为未来五舟山石窟寺建设的主力 五舟山是侏罗纪沙岩构成的地质结构 这种黄色的沙岩 是西来森旅所熟悉的雕刻材料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去过印度的话 就会在印度德干高原上看到 红色沙岩 带白点的红色沙岩 雕刻了保存下来大量的佛教形象 梁州僧团东迁平成五年后 由于佛教势力的快速发展 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佛道之争 受嵩山道士叩千知 司徒催耗的影响 太武帝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一时间北魏各地坑沙僧泥 毁诸佛像焚烧佛经 许多僧人为了保命纷纷还俗 但这位名叫谭耀的高僧 势不低头 谭耀曾主持过五威天梯山石窟的开枣 学问渊博 劫操兼真 太武帝灭佛时 谭耀坚守僧规 誓死护法 后经皇太子再三劝愈 才离开平成避难 太武帝灭佛 从反方向刺激了佛教的伯心 他死后 文成帝即位 宣令复法 云刚石窟 应运而生 据魏书世老之记载 谭耀在恢复佛法的第二年 奉命回京 陆避文成帝 皇帝的御马探头伸嘴 闲拉药医 于是朝野传出马石善人的美坛 谭耀向皇帝建议 于京城西五周寨 凿山石壁 开窟五所 捐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 四六十尺 雕士奇尾 惯于一世 谭耀建议开凿的这五座石窟 就是今天云刚的第十六至二十窟 也称谭耀五窟 从此 拉开了五周山石窟寺建设的序幕 当此之时 中国北方的僧团 为了推广佛教 宣称皇帝就是当今如来 沙门拜天子 等于礼佛祖 在这种心思为引领下 谭耀五窟 无疑又多了一层新的寓意 我觉得谭耀五窟的建立 充分体现了谭耀大师的智慧 他为什么会首先建立这些大象 他说服皇帝 把皇帝的祖先雕刻成大象 屹立在五周山石壁上 这就等于宣称 对整个社会 整个帝国宣称 永岗是北魏皇家的家庙 共奉着北魏的列祖列尊 云岗石窟开凿 大致分为三期 早期为文成帝时代的谭耀五窟 位于石窟群西部 中期为县文帝冯太后 孝文帝时代营造的大型洞窟 集中于石窟群中部和东部 晚期为北魏千都洛阳之后 民间开凿的中小窟刊 主要分布在谭耀五窟西侧 以及中部和东部 皇家洞窟的周围 作为云岗石窟的主体 北魏国家开凿的大窟大象 并列于同一水平线上 洞窟高大 佛像伟岸 是世界石窟营造史上的奇观 最早的大象出现在A集 就是说三四千年以前 A集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造像 而这些造像的身份 都是A集的法老 佛教的造像最早没有大象 一般学术界认为 佛教大象的出现 主要是在弥勒信仰 兴起之后 在勇敢开凿之前 我们知道 今天知道 新疆克制尔石窟 有大象窟 高十米的佛像 但是没有留存下来 因为它是统治的移术 谭耀倡议的五周山工程 为什么最早 只开凿五座石窟 据魏书世老之记载 谭耀回到平城的第二年秋天 皇帝赵令 在平城五级大寺内 为太祖以下五帝 驻世家立项五 各长一丈六尺 由此 目前广泛流传的一种观点是 谭耀五窟的主佛像 系北魏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景墓帝 和文成帝 这五位皇帝的化身 第二十库主佛 象征着北魏开国皇帝 道武帝 拓跋归 大佛挺拔剑朔的身躯 自信喜悦的神情 表现了鲜卑民族 飘悍的体魄 和坚韧的个性 半坦右肩是袈裟 质地厚重 让人看到了 坚陀罗佛像的遗孕 东侧立佛的通奸袈裟 一文雕刻 流畅自然 与希腊神像的一文表现 十分相似 第二十库的前立弊 在开凿之初 就已崩塌 致使佛像显露在外 成为云岗石窟中 唯一的露天大佛 从十九窟到十六窟 窟顶均为穷龙顶 许多学者认为 这是北魏皇帝 在石窟建造时 刻意留下的 马背记忆 穷龙顶的空间 象征着鲜卑民族 游牧草原时 使用过的帐篷 第十九窟主佛 结家呼座 高十六点八米 是云岗石窟中的 第二大佛 象征北魏第二位皇帝 明元帝拓跋寺 佛像尔伦齐间 下河崩毁 右手上举 师无未印 肘下有一小柱之称 除主窟外 两侧还有东西耳洞 各为过去佛 和未来佛 这样的洞窟形致 在云岗石窟 绝无仅有 第十八窟主佛 象征着太武帝 拓跋韬 他双脚立于莲花台上 整尊造像 大气磅礴 不禁使人联想到 太武帝平灭歌剧 统一北方的壮举 主佛两侧的十大弟子像 有着显著的西域特征 它们头部为圆雕 躯体为高幅雕 下半身则完全隐没于石壁之中 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们高超的雕刻技法 以及对佛法的深刻领悟 然而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主佛身披的千佛袈裟 袈裟上雕刻着一尊尊小佛像 随意翻转 正今微作 满身的小佛像 和太武帝灭佛的往事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有人推测 这正是为了表现 太武帝晚年 对灭法的忏悔 第十七窟主项 是菩萨装束的 交角弥勒 象征着井墓地拓跋黄 也就是在太武灭佛时 劝说谈要外出避难的那位皇太子 造像 头戴宝冠 胸配龙形项链和短樱落 斜坯落叶 臂上佩戴的臂串和腕拙 都是古代印度贵族的装束特征 不同于两侧相邻洞窟的是 第十七窟大象腿部下沉于窟前地平线以下 据说 这是暗喻 黄太子没有继位 就已去世 因此 井墓地 也是后来追尊的地号 第十六窟主相 为释迦牟尼利佛 象征着文成帝拓跋郡 大佛身材高挑 面容清秀 身穿包衣搏带式袈裟 胸前结带下垂 颇具汉风 有可能是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时期的作品 也说明 这一洞窟的营造时间 可能跨越了云岗早期和东期 上述对号入座式的五位帝王的推测 是上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京都大学的一支考察队 在云岗进行了七年的考古调查 战后 他们出版了红篇巨作《云岗石窟》 于是学术界有了 云岗在中国 研究在日本之说 但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的云岗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文献书里 考古发掘 学术创新等方面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产生了一系列崭新的认识 2019年10月15日 云岗石窟全集二十卷正式出版 又翻开了中国云岗石窟研究的新一页 日本学者对谭耀五窟皇帝的排列 有根本性的错误 在云岗不光是谭耀五窟 十三窟 九窟十窟 五窟 三窟 都是大象窟 甚至我们近年来 发现第十四窟 它的北壁也是大象 第十六窟 如果你要认为是文成地 那么文成地直下呢 就是县文帝 孝文帝 在平成期间只有这两位皇帝了 那么后边的这六个洞窟的大象代表是谁呢 所以他所谓太祖以下五位皇帝 太祖并不是开国的道地 是指的更早的 北魏没有做皇帝 追认为皇帝的祖先 张卓院长指出的太祖问题 魏书中有明确记载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改迎太庙 赵义祖宗以道武为太祖 而在此前 平文为太祖 道武为列祖 因此 文成地时代的太祖以下五帝 是指平文 昭成 献明 道武 明元 至于何窟为何地 应当按照宗庙牌位的招募次序排列 而非我们今天猜想的一字形排开 云岗第十一 十二 十三窟 为一组同时规划开凿的洞窟 其地十三窟 也是一座大象窟 大象的雕刻与装饰 与谭药五窟中的第十七窟主象 大同小异 有人提出 这顿交角弥勒大象的制作 是为了纠正第十七窟大象 体型尺度把握上的差物 令人称奇的是 为了防止弥勒菩萨悬空的右臂断裂 北魏翼将设计了一位菩萨庄的四臂力士 将巨臂高高托起 这显然比第十九窟脱壁的十柱高明了许多 这一组三窟 虽然属于云岗中期较早开凿的洞窟 但十窟内外大量壁堪 显然是后来补充雕刻的 特别是第十一窟内 壁面造像布局凌乱 既有中期补课 也有晚期补课 还有产救克星留下的痕迹 这些无序而零碎的小刊 直接导致了皇家风范的丧尸 一千五百多年过去了 时光带走了南迁的拓跋家族 西来的湖汉高僧 北往的中原工匠 也风化了石窟中的许多记忆 但东西方文化在云岗石窟碰撞出的火花 依然光到千秋 中原是尸体出不能为是 碰到生鞋面动 magazines 找找 빠we 捱云岸石窟碰撞出 都需要的要常 那绳关机预浏 井灿